鱼神喂了很多,可小鱼还是长不大 那选的鱼粮可是关键咯 要将鱼儿长得快,身体健康 除了环境,水这样好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鱼神 像咱们人类干了一天体力活 不得吃点肉,补充一下蛋白质吗 要不哪有劲儿继续工作呢 那鱼儿也是一样的 它们在水中要承受水的压力 水流的冲击力 并且除了睡觉 它们都在水中不停地摆动身体 这些对身体摄入消耗很大的 经常有些粉丝问我说 怎么我的鱼喂个十天半个月呢 也不见长一点呢 吃的倒是挺多的 就是不长个,发色也不好 鱼健康没有病态 但就是不长个 再排除鱼缸水体环境问题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鱼神没有选好 鱼神呢一般都有颗粒大小的标示 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根据鱼嘴的大小 来选择适口的鱼粮 你喂的鱼粮它吃不下去 泡时间久了软了 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流失了 剩下的呢也就是一些增加粘稠的小麦粉等 鱼是都吃了 但是营养呢 另外一种呢 那就直接是鱼根本就不爱吃 身边上的鱼粮呢 各种各样 便宜的贵的都有 贵的不一定都好 但是便宜的一定用量不怎么样 像这种花花绿绿的饲料 大家一定都见过 这种饲料具体什么成分不太清楚 但据我观察鱼堆这种饲料不是很积极 那还有一些红色褐色的鱼粮怎么样呢 实际我们在买到鱼粮的时候 我们打开可以去闻一闻味道 是不是有很浓重的鱼虾的鲜腥味道 有呢 基本都是放的有鱼粉虾粉 鱼堆这个味道是无法抗拒的 所以除了颜色 你最直观的就在去从味道上判断 满足了失口性和味道并别 这款鱼粮基本鱼都是爱吃的 还能有动物性蛋白质的摄入 加上微量元素的搭配 能碎减鱼体的生长和发色了 好了 伙伴们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看我主页找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